有专利就代表有实力吗 经济部智慧局今天公布了 2020年企业专利的申请排行 台积电再次以破千件 拿下本土的专利王 拉出五连把 专家也说智慧财产权 就是台积电最核心的竞争力 而台积电今天的股价 也终于回神了 重返600块钱大关 收在612元 助攻台股也占回万六大关 并且占回了月线之上 获果神山名号当局无愧 台积电2020年持续称霸半导体业界 就是因为握有大量专利 经济部智慧局公布 去年台积电申请专利破千件 达1096 而且全市发明专利 澳人的研发实力 稳坐本土专利王 拉出五连把 外国公司则由美国行动处理气场高通 申请720件重回宝座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所谓半导体的材料设备 甚至是制程上面 台积电所拥有的专利智慧产权权 其实才是台积电真正最核心 竞争力的部分 虽然市场消息传出 中国大陆最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 14奈米粮率达到90%到95%追平台积电 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14奈米 早在2014年商业化 中芯落后6年 现在也无法构成威胁 而台积电股价11号也回神 开盘虽然小跌 不过买盘随机进场拉台 最高处级612元 中厂则上涨2.01% 收在609元 助攻台股顺利占回万六大关 盘中更一度飙涨超过300点 中厂则上涨267点 收在16179点 一口气收复5日10日还有月均线 目前看起来多方式 我这边看法还是不变 那可能三月份 整体的一个大方向上来看 15500点到15600点 这地方可能是一个相对低点 16333点 到16500点这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压力区 所以就这区间来做操作 不过专家也提醒 后市要多关注美元指数 若持续走高的话 就要留意资金是否会重回美国市场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金扬昭 台北采访报导